安娜出道一年 公彈十二次 提藕包開始減肥 今天寬仔君不好跳太可惜了 安娜出席超音電視趴機者會 集結海內外街舞團 8月25日登上小巨蛋 出道緊端端一年 十七歲的安娜走南北雙彈 沒輸在騎著廚房 十二次 羅 應該也是拖牙醫的風 那安娜從小就常遇天王天后 御用老師Nike卻在同一個屋簷下 當然會被傳染 就是那時候他們跳舞就超厲害 然後 那時候她還很小耶 有練動很小 國小國中 嗯 國小國中 妳知道他們在幹嘛嗎 還是妳自己把他們起床 覺得很吵 沒有 在陪阿姨們練舞 好像是在那個 有一次有那個 一個舞蹈比賽 對 然後 然後 對對對 然後我看到 老師是 我是評審 這個時候也超緊張 N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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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半年 不只盲配音歌清單曲 還有直接是 也是又蠻 很不簡單的啦 哈哈哈哈 就是比較好啊 對啊 就是上一鏡頭 就跳兩千 還是 會想要 比較吃東西 哈哈哈哈 現在還在發育吧 就是以前的習慣吧 對啦 以前那時候 一直在跳舞的時候 就是 結束就超餓 就超餓 然後就一直吃 所以就變成現在 已經變得習慣了 撐著就只吃到 兩三遍 沒有啦 太誇張了 我還肚子 我還肚子 我還會肚子餓啊 UWhen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